大冷天啊 吃点羊肉啊 喝点羊汤 热热乎乎的 感觉多爽的事 但是给自己给干净极远了 据说有这样问题的人还不在少数 盈盈咱们看一看呗 在直播间里边 大家对这个事是怎么看的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直播间小伙伴 现在是懵圈加上后怕 这位朋友说我老家是羊州的 这个烧饼加上羊肉汤 就是老羊州的过动方式啊 到了东北呢 冬天更是少不到这一出了 怎么还进医院了呢 听着啪啪的 我都不敢吃羊肉了 另外我想问一问呢 他是不是食物中毒了 另外一位朋友说 我感觉不至于是食物中毒吧 食物中毒哪有那么普遍呢 一天晚上吃一个 还不是一伙的 我对象呢 就是实习的小大夫 食物中毒可是没有这么好遇啊 还有一位朋友说 肚子疼加上呕吐 这不是急性肠胃炎吗 估计是羊肉没熟透呗 我之前呢 有一次就是心太急了 吃出了急性肠胃炎 可给我难受坏了 有人就挺后怕的啊 以后还能不能吃羊肉了 有人呢 就拥有这个探索精神 是不是有可能是肠胃炎 或者是食物中毒了 咱们进来说说 这个急性肠胃炎和食物中毒 会不会有刚刚我们说的 那个症状腹痛和想吐呢 会出现的 肠胃炎和这个食物中毒 最常见的症状 就是这个恶性有吐和腹痛 那么有时候可能会伴有腹泻 那么食物中毒呢 主要是由于所进食食物呢 被细菌或毒素所污染 导致的一系列症状 那么主要取决于 它所进食这个毒的不同 那么它症状可能会略有不同 那么急性肠胃炎呢 主要是给饮食习惯有关 那么可能暴饮暴食啊 或者进食伤能腐搜的一些食物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 胃肠道的反应啊 主要还是有恶性有吐腹泻 这些症状为主 像杨先生 还有内食一位朋友 他们到底是不是因为 羊肉出问题 食物中毒或急性肠胃炎 进的医院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杨先生被送到急诊后 抽鞋 踩钞等检查坐下来 医生发现杨先生这次发病 并非食物中毒或急性肠胃炎 而是胆结石堵塞了胆管导致的 咱们直播间小伙伴还真是没猜对 那大伙子想问一问呢 就是说这一晚上啊 这急诊接着了11位 吃羊汤食肃问题的患者 那他们都是急性胆结石发作吗 胡老师 这个发病率高吗 您遇到过吗 急性胆结石发作呢 在急诊时还是比较常见的啊 比如说头两天 我们碰到一个小姑娘 也是在这个学校 出校过程中啊 突然出现这个腐痛 额线有吐的症状 那么送到急诊时 经过这个踩钞 那么检查之后呢 就发现是一个胆结石 那么这个患者呢 后来经过手术治疗 也是很快全去出院 那么这类疾病呢 还是以腐痛为主吧 可能会发生了 额线有吐发热这些症状 那么在急诊时 是比较常见的一类症状 胆结石的急性发作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若不干预 最严重的情况 有可能出现什么 症状的状态 然后天冷的时候 会不会诱发它呢 胆结石呢 它一般分为胆囊结石 和这个胆管结石 一般来说胆囊结石呢 会稍微好一点 胆管结石呢 它一般会并发 这个急性胆管炎 那么后果相对要严重一些 那么最严重的后果呢 可能会出现 坏剧性的胆囊炎 或者是这个化弄性胆管炎 那么这时候患者 可能会出现高热 休克 甚至会导致患者死亡 胆囊结石这份患者呢 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穿孔啊 胆质性腐膜炎呢 也是非常严重的后果 但是胆结石这个疾病呢 一般来说 它是没有季节性的 所以它四季来说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 这个发病率的波动